最近卡尔加里天气不错 基本都零上十度左右 今天又进山了 洛基山 今天的目的地是气泡湖 这个湖非常神奇 很多气泡被冰封在湖面的冰层里 非常壮观 非常漂亮 很多国际上摄影师都到这来拍摄这种世界奇观的景象 我们也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样 之前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气泡湖的图片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像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气泡湖到了 从卡尔加里出发到气泡湖300公里 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路况还不错 这个湖是一个人工湖 它长度是32公里 现在湖面接的都是冰 夏天的时候 这湖水还是成蓝色 跟洛基山的路易斯湖和翡翠湖 孟莲湖 他们颜色基本是一样 都属于冰川融化的学生 水形成的湖泊里边有矿物质 所以都是那种碧蓝色的湖水 非常漂亮 车停停车场 然后一定要穿上冰爪 你在湖面行走 比较滑 这个地点就是在Google地图上 你搜索气泡湖 然后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气泡湖的观景点 你导航到这之后 它有一个停车场 这个导航因为山里没有信号 你一定要在下一个离线地图 或者是在市里有信号的地方就把这个导航设好 它会一直给你导到这 然后中途也有几个停车的地儿 我们没下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停在路边上 然后就下到这个湖里 因为这个湖比较长 他们看的是什么样子 我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位置是Google导航的指点的一个比较大的地儿 而且这一块这个停车场也是不小 然后一看就是这是一个比较知名 比较成熟的一个景点的一个位置 沿着这个没有太清晰 只有一些脚印的路就可以直接下到这个湖面上 现在这个路还算好走 冰爪使不上太多的这个作用 但是再往下就是没有冰爪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湖的这个冰呢 一点点塌陷下去之后 没有冰爪你站不住 那个鞋坡全是冰 比较危险 就这一段 整个是一个坡度比较大的一个冰面 然后穿着冰爪在上头行走 还是比较安全的 现在任务就是开始寻找那些气泡 看看那些气泡都在哪 这附近是没有 应该往下走吧 这好像都是破了的气泡 没见到有这个图片上显示的那种很美 很漂亮的在冰层中很清晰的那种东西 没见到 它这里边的气泡有两种产生的说法 一个是说下边的水澡产生了这个甲烷 然后往上冒的这个气泡 另一种说这个有天然气冒出来 因为这边在阿尔伯塔省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所以说是天然气那个气泡冒出来 尤其是在初冬的时候 乍然的一冷冰面迅速接冰 把这些气泡就没来得及 上升到空气当中就被冰封在这个冰面里了 非常漂亮 但是我目前为止还没发现 已经找了半天了 来回来去 走了很远了 一直没找到一个标准的那种气泡的景象 这下边这应该是算一个 但是看的也太无聊了 一点也不漂亮 隐隐约约在下边那个冰层里有两个白色的气泡 这个是 但是应该是来晚了 这个已经破了 上边已经都融化了一半了 这个也是 看来应该是 这个季节应该是在初冬的时候 现在是三月份 初冬的十二月份 天气一炸冷 湖面刚一结冰 应该是冰封的气泡是图片上那样 没办法 节气过了 今年的十二月份再来吧 随意而然 看看山看看湖吧 我是北美北 想了解更多加拿大普通华人生活 请关注北美北 谢谢大家 同天才看到 我的笑脸 你说 我在等一个语言 却永远不能够 不能够实现 在个人 来 度 开转